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本身有没有出轨登山的车 很高兴想很多血缸 来 崔老师你好 敬以前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几岁开始背双 如果说一般的广义的爬山 应该小时候大家就有在爬了吧 小时候爸爸 都我们住龟山 龟山 桃园那个龟山 后面的虎头山 现在是那个小山嘛 可是每年家里都会带我们去爬 然后我就觉得哇 在山上看到那个 他是芒草 一峰一峰的芒草 好像永远走不完就生生被吸引 如果真的要说那样子 那小时候每一年就有爬了 可是严格的认真的爬山 是大学到登山 大学期 18岁的时候 其实大学小团也是很多选择 那个时候啦 现在大学没社团不行 那个年代 那个大学生一定要参加社团 现在要打工 现在要赚钱 到这边虽然是有一点不一样 有点必须 现在生活跟我们以前差很多 不过以前参加一个社团 就蛮投入的 大学期 那个爬山 因为登山 到后来你还出一本书 这个是前几年出的 一本登山 才能看见最美丽的台湾 这样子 就是主要对初学跟 就是有点 有点那个 敬业的 对敬业的都可以看 更认识我们台湾的山岳 像你说大学期 参加社团 背中还蛮好 跟很多人说 我今天就业了以后 做工作又不行了 那个也是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也不一样了 现在是学生没有人要爬山 然后反而工作太苦闷了 就来从事各种的户外运动 又答对了 现在又不一样了 现在都是 以前的经验跟现在都有都要交错 完全不一样 这个很特别 到年纪大一点 可能多人说我来背看看 才开始出尝试 对对对对 可是你为什么会一直持续这样爬 这样你膝盖有问题吗 嗯 你 没有 你的膝盖还好吗 没有 要不然干嘛 一直爬这样子 就是没有事这样子 我印象 他很厉害 我在开麦之前我就问他说 真的吗 真的爬山卡陶屋 不会有问题吗 然后他就说 没有 看你肌肉怎么锻炼 真的好好的循序眷进的爬 反而是保护你的膝盖 你如果突然临时想爬 平常没有训练 那这样反而容易受伤害 其实任何运动都是这样 你比如我要去跑马拉松 我马上去跑个半马 平常没有在跑步的 那就会受伤 甚至就很严重 对 这样 还要慢慢来 慢慢来 重点 有一个有趣 像有的人就会说 我背双 我身体会较好 那是为什么 也是一样要好好的爬 就是要寻训练 爬山 因为如果它本身它很复杂 我们训练爬山 其实也没有任何一个运动 可以直接让你登山体力变 而且它消耗很大 一天有人算过 可以消耗到5000到7000卡 如果爬比较累的 我想 五千到7天卡快一公斤 那可是当然这个就是它有包括有氧的部分 就是你心肺功能一定要好 心肺功能一定要好 那就是像跑步游泳这种功能 然后肌力也要好 所以你的肌耐力也是要锻炼的 所以肌肉 肌肉的断肌耐力 所以其实它是很保护你的关节的 要做一些重训 对也要重训 它又有有氧的又有有氧的 然后又长时间的这个强度的运动 那只要你不要过度 其实然后又到大自然 呼吸新鲜的空气 然后心灵上也是很健康 就是会 心灵上也会 有些感觉 或是说 这个很难 是比较心而上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长时间下来 对身心灵都是好的 刚刚说到一个重点 没有一项 直接一个运动 练练好就能去白山 它需要可能包含很多样 对 它训练了很多 重量训练 其实这是一个结果 平时有些小训练 其实也有另外一种方式 你不要有些人讨厌跑步 或是重量训练 就是任何运动最好的本身 就是那个运动本身 所以你可以从爬小小的山开始 慢慢去训练爬大的山 所以你爬那种家里 尤其在台北很好 其实台湾真的很方便 真的 那个开始ABC的山是什么山 ABC的山 台北太多 良民山那边有很多山 就是更简单的 像我现在住木炸 秦美那边 先机员 爬五分钟到爬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 你可以用五分钟做开始 也有可以不用怕不用怕 所以住在北部非常好 其实中南部也OK 我那个外国的朋友 来台湾看到台北 还有我旅行世界各大都市 台北这个 北北级就是台湾北部 这个环境 真的是世界顶尖的城市 践行步道往是世界级的 现在不要小看我们的环境 那是很棒的健身场 整个你爬一辈子都爬不完的山 你看 老师是去全世界这样走的 他说白白级是最好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很多外国人来都觉得 哇你们怎么这么棒 那么多步道 有简单到难的什么都有 而且我们的环境 也都很漂亮的 围境也很好 你说台北大都市 其实它附近的山是自然环境 不是人工创造出来的 这一点其实也是很特别的 所以你说 其实原位于小山开始连心了 可是你自己像 背识外人 有的人就会用一个指标说 我是百月 来close的 那你听到这个人背过去百月 就觉得 很难 逆阵仗 可是你 天天在九十九 一直没有让自己破百 不用啦 如果说的话 我大概20年前就爬了八九十座了 然后后来 其实我真正兴趣的是 台湾有一种山叫中极山 这个名称有点让人误解 其实就中海拔的 其实台湾 百月刚刚说好像很专业很难 其实台湾最难的山 这个中海拔 台湾真正的荒野和 很多的秘境是在那边 百分之九十九 台湾人不知道的 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是在那样子的地方 不过它难度太高了 因为我们一般的 想说百月都要三千 三千公斤 三千以上 一定好难好难好难 当然有一个难度啦 当然有的很难啦 但是台湾老师说 有的中极山 其实低于三千的啦 那地湾差不多 比多少海拔 这个因为中极山这个名词 本来就 它就是不是高山 三千公尺的百月或是高山 也不是郊山 郊山就是我们平常 一天可以来回 跟都会去比较近的嘛 小山 那大概在北部 大概一千五以上 一千到一千五以上 就是这个范围 到东部如果五百公尺以上的 有一些山就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它有点是一种荒凉的 比较少人气的中海拔的 这种综合的一个感觉 当然还是有中海拔是 比较热门的 不过当然爬起来也是要蛮久的 它路线至少是清楚的 像什么样的山 中极山 我讲比较热门的像台北 台北桃园交界 新北桃园交界的那个 北叉天山 有没有听过 因为它有那个台湾山毛局嘛 我们冰河局一种的 秋天每年十月很多人去 很黄 它是金黄一片的 那座山很有名 路也很大 可是还是要爬很久 也一天有人爬八到十小时 这样来回的 比你刚刚说 水在大道山再累一点 再累一点 可是很有名 很多人去 有听过人家讲北叉 对 北叉天山 早期是去爬玉山都 先去爬个北叉训练 对对对 我有听人家讲过 所以你如果说要爬玉山 就说不然你先爬一个北叉 可是我有一个朋友 去爬北叉 你会说 我不敢再爬了 不会啦 可以了 玉山都爬了 他说他被北叉吓到了 后来他去爬了玉山 他觉得玉山还比较好 对对不对 对有些人来说 甚至高山这个 这种玉山这种还比北叉轻松 对因为北叉已经算是中级山里面 比较路线很清楚 很多人爬的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有一个观念 不是说拐的一点困难 不是不是假的一点点好爬 对对对对 那我突然讲到这个就是因为 爬百岳爬到后来 觉得风景很漂亮 可是看到路线啊 营地都很固定嘛 当然还是可以继续爬 然后我也很多重复爬 可是我会发现台湾这个中海拔地方有很多的秘境 那这些山不只是漂亮 然后它还有很原始台湾的那种 这个要讲很多就是它的森林有些东西是保存完全的状况 然后它以前很多旧的原住民和日本时代甚至清朝时代的一些史迹在里面 然后完全荒废被遗忘 还有那个大山大水的那个景象和台湾最重要的国宝都在中海拔 所以它有一个国宝是什么 我们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快木嘛 红快安台湾扁博 还有台湾最高的树是什么 知不知道 最高的树 不知道耶 台湾山 台湾山 台湾山它是一个世界 台湾唯一一个 它的命名以台湾命名 然后到树的 就是台湾山树 借门钢木科树种 它可以到树了 那它是据说啦 据说以前的资料是说最高的大概有80公尺 一棵树有80公尺 世界上最高的树也才110公尺 在美国那个加州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 然后那个快木当然也是 日本人超爱的 所以在那个日本时代就开始砍发 那它就有很多山里 其实有很多旧的史迹和古迹 去这些山除了不止爬这些很荒野的山 它可以看到动物 还可以去好像在考古 发现很多旧的东西 有很多乐趣 是这个 爬百岳不太能体会的 所以我后来就完全着迷在这个 比较荒野的探险这样子 有一个很有趣 但是想要背到那三千万 玉山 我们也会看到不同的灵象 说真的 可是刚好觉得那个 崔老师有说 我在中极山里面 因为它只是往来的人很多 然后留下很多以前的 对对对 史迹 史迹 以前的历史老在那 这本时代 可是一般的觉得 我背双就背双 我还可以看到这么多 史迹 对 我也不是去一个什么资料馆 我就是背双这样看到的 这个是爬山真的好玩的地方 不是只有 练体能跟看风景 其实 我为什么能够着迷爬山 因为它让我知识整个变得很丰富 然后我要上课 当然要知道更多 其实本身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对 我自己后来研究所是念森林 本来是念物理 为什么念森林 就是一直在爬山 然后念了三个研究所 刚开始也是念物理方面的 后来实在是 很正常 一直在玩 然后后来就念一个比较接近的 去念森林 所以对森林的生态 动植物 这个也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像我刚刚讲的这些树木 甚至动物 然后在山上 真的会走到一些古道 旧的部落 还有山里面的温泉 这些都有很多学问的 所以先研究一下再去 哇 那个真的好像在考古 或是地底大发现 有说到一个美感 我先研究一下我再去 我是喜欢这样 这个 我一般背双进去 中文刚才准备 我说要什么预寒衣物 天气也好吗 带吃什么 要不要做一点体力训练 免得要去那儿 吊在那儿 可是他有讲说 我是事实上是人文的 一个稍微研究 再来 都有 自然也有 那如果说 像你看到动物 这样终极山 这样一千一千多 这样会看到什么 一两千 现在台湾山里面的水路很多 中海吧 都要高山 以前我们20多年前 我刚开始爬山的时候 那时候爬到很深入的高山或中极山 偶尔才会看到有水路或山墙 那远远的看到一只 都好高兴 可以看到野生动物 现在在山里看到水路就在皱眉头 晚上还会来偷吃你的东西 还有 advis 就是那个生态其实这20年 台湾的山里变化很大 可是这个外面一般人也不知道 没有什么 打猎的人变得很少 他打猎本身 把领上面会有问题 对 对 对然后这个文化在迅速的撤退 然后它没有什么天体 黑熊其实没有变多 所以像水鹿这种就大量的生长 那它其实对于植物 里面的植物 它有吃那个底层的植被 其实是有些影响 那个生态是有很大变化 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也是很少人会知道 这个也没有与学术 做完整的长期的研究 你如果没去北山 你可能还是用长期的爬山 会感受出那些不受想 可是没有办法用正确的证 因为那一定要去研究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野生动物 不会可以听得出来 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自虐 我跟妳讲 很多北山的人 北山很辛苦 都在那边当场的历史 我跟你说我就是绝对不再怎么样 过不久它又上山 就是回去不久 下次去爬那个好不好 上次在山上一直骂的 对 然后还会说 都你跟我骗 你跟我说很容易 可是像要背山进阶 因为其实山上的季节不受想 你会建议说 在什么样的季节 比较适合去背 看什么样的山 台湾你看从低海拔 郊山到中海拔到高山 你知道那纬度带差多少 南部热带对不对 北部亚热带 越高越冷嘛 你知道高山 台湾3500公尺以上 是亚寒带的气候 亚寒带气候是哪里 知道吗 跟哪里一样 跟北极圈一样的 真的喔 所以那个气候带 台湾是横 你看那么小一个岛 它横跨的气候带 是从热带到 北极圈的这种零像植被 类似的状况都有 所以那个温度 真的差异很大 所以每一个都不一样 所以你说季节嘛 如果是初学 你要爬高山或中极山 当然就要多做一些装备 和行前的知识 和训练的准备 那你说如果初学的话 当然不适合冬天 去爬高山 因为那个雪地 就是完全就是 另外一个要技术的 你可能要学更多 所以刚开始 当然秋天的话 比较适合爬高山 夏天现在比较流行 因为有可能会有台风 所以比较不稳定 要不然夏天天气也还OK 只是怕会突然有台风 如果要高山的话 秋天10月11月是比较热门 也比较相对稳定的气息 还可以看到云海 什么 如果是中极山的话 可以去中极山 或甚至礁山 礁山有一些真的在夏天爬 真的太热了 有些礁山也是蛮值得爬 可能也要爬一天 也是蛮累的 这些可以放到秋冬春天这样去爬 如果你要 夏天其实可以爬高山 稍微注意一下 有没有台风 这样好 那现在气候很混乱 其实 我现在气候给就不一定 有时候搞不清楚 很像疫情一样 你出发的时候还好 突然间你就卡在那里 对突然间就那个 风果了 你就觉得我出发的时候是OK的 这个是山友有时候就尴尬 对天气候 对什么要非常的小心 和去留意 那个爬山第一个就是 像一般的鞋子 背双没点合用 像最基本的说 那我挑一双 简单的登山鞋 什么这样子 你有什么建议 因为你知道 我刚刚就说嘛 台湾山山分 至少三种 或是这么大的类比 所以你去爬高山 跟我只想爬台湾小百岳 就是礁山 跟一些简单的终极山这种 那个用的鞋子就完全不一样 你忘掉我们要去 那个很高的高山 我们如果要去那个 像初级山啊 到终极这样子 小百岳啊 或是什么的 那可以去买一个轻便的 也不是轻便的 就是健行鞋 你就跟店员讲 因为现在其实 当然用品店的店员 都还蛮专业的 那他会帮你找到适合的 一般现在的鞋子 都有GOTES或是防水透气的 基本上一定要防水透气 爱防水哦 爱给的 防水透气哦 可是不一定要什么GOTES 可能要 其他材质也可以 这样 那其实现在一般健行鞋 也是三四千块 其实跟一个球鞋差不多 我觉得很值得 对 绝对不要穿不适合的鞋子 因为你脚一旦有问题 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所以第三走是最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事 而且鞋子应该是 所有装备里面 第一个要买的 因为这个不能借 不太能借 每个人的鞋型 脚型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个 真的说第一 就先问鞋子 因为鞋子就是 尤其你八山后鞋子出问题 就结束了 对对对 那个真是每一步都是很痛苦 这样 那像说 因为要出门的现象 三 我曾经一开始爬山 穿小棉子的嘛 后来呢 不行了 这个沾下去 一定要买排汗衣 登山的穿着是 基础是以三层式穿着的概念 衍生出来 就是最内层的排汗层 然后中间保暖层 外面是防护层 就是风雨衣 那排汗层 你里面一定要 这个是最基础 一定要穿排汗衣 就算你爬简单的山 你也不要穿一半的棉的T恤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 我叫这个 一个同学 他去穿棉子的T恤 跟穿一个 运动的排汗衣好了 不一定要登山那么贵的排汗衣 他去跑操场20圈 你看谁会比较快干 那个棉子又重又难干 可能一天都干不了 可是排汗衣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干 这个湿跟干就会影响室温和保温 对 就是我们如果水 在山上寒冷的地方 湿了就很容易湿稳 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很重要 西湿排汗 我那天穿那个棉子去背山 那所有的冬真的都给你 挖去之后转掉 所以牛仔裤也不行 它也是棉的东西 也是一样 牛仔裤是适合 它当初发展起来在美国那边 它是比较干燥的气候 它可以防 可能比较防蛇药 可是在台湾那么潮湿气候 一定是穿快干的材质 所以这个要注意 所以台湾里面就一定要 汗要能够排出来 对对对 就不能留在皮肤表面一直湿 那第二站就是 保暖 保暖 其实你有没有看过有人 爬羽毛衣在爬山的 没有吧 没有没有 因为你在爬的时候大部分都很热 对 所以休息的时候就皮一下风衣嘛 那你真的世界上有爬羽毛衣在爬山的 穿羽毛衣爬山在哪 七八千名 要爬圣武风才会有这种状态 所以一般如果稍微两点穿长袖的排岸衫 或是穿一个快干的衬衫 就排在外面再穿一个快干的衬衫 休息的时候会冷嘛 冷的话就皮再皮那个你最外层防护层 就是像GOTES或是雨衣在外面这样子就好 然后爬的时候脱 所以三层式的穿法 后来有发展成洋葱式穿法 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从三层发展出来 就是说各有每一层 然后适应不同的状况 随时天候跟你热 或是要休息的时候 随时穿穿脱脱 那那些羽毛衣 或是比较保暖的衣物是戴上衫 如果你过夜的话 晚上穿来保暖的 那还有一个 我看有人会拿登山杖 有的人没有拿 那是要拿还是不要拿 基本上要拿 第一个它保护你的脚 可是初学者 我个建议 如果你在爬小山训练的话 你带上山 爬的时候不要用 下山的时候用 因为很多初学者 他的确是保护你的膝盖 为什么 因为你的手 身体的一部分重量 是用在手上 所以你膝盖和踝关节的冲击 就少很多 对不对 可是刚学的人 你如果很依赖登山杖的话 你在爬的时候 你脚都不用 你的脚就 四头肌和腿肌都锻炼不起来 始终锻炼不起来 你就没有办法保护你的膝盖 所以建议你如果在爬小山训练的话 可以上坡的时候不要用 下坡的时候也好用 很多人用登山杖也是乱拿 就是他拿的不对 可能也失利也不对 也没有 不一定起得到保护作用 我建议还是用 就才是用 我听过朋友 一涌登山杖 很认真的 后来他第二天说 我脚没伤 我手很伤 他说两个手酸的不得了 对 所以因为就是 他的力气用不在地 用太多在那个了 其实要爬的时候 还是要断 脚酸没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爬了一次山 一天的山 或者爬了几天的山下来 脚踢腿 或者是整个很酸 很好 其实那样很好 你不是膝盖痛 你是肌肉酸痛 就回来就休息一个礼拜 然后再去爬 这样你下次就更强了 就跟那个重量训练 一样的道理 就是这样慢慢锻炼起来的 一次越来越厉害 你会发现 哇 我现在小山可以爬到 这个十天二十天 没有啦 就是这样慢慢锻炼起来 可以慢慢锻炼 不过我觉得 刚刚那个 崔主席崔老师 你也有在社大上课吗 对对对 文山社大 那你是上手 我有一个入门的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 叫台湾多元化登山 多元化 为什么要多元呢 就是说 登山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登山会碰到很多 不只是爬山 运动本身 不只是看风景 我会讲说历史 台湾的山里面的历史 原住民 生态 摄影 因为我自己也摄影 然后甚至一些 这个特别的专题 因为爬山而认识更多 跟土地相关的事情 对甚至对自己的身体 也可以多加了解 所以登山本身是一个 多元化的知识 跟你也可以从事不同的 对登山也有很多 不一样的类型 多元化的登山 就是比较有趣 所有人都可以来 这入门的 另外一个就是 两阶段 可是台湾的中级山 这个国内 只有我在教这个中级山 可能因为这个 比较难度比较高 可是对想要爬不一样的山的人 是一个管道这样 对 其实八山 当现在这个疫情 这么严重的时候 还是可以运动到 对而且远离 你说很多人都挂来挂去 空气又好 对对 实际上算是很足人 很适合的一个运动 还可以增强免疫力 变健康 对对对 我们今天也谢谢 我们的崔主席崔老师 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各位听众和靳贤姐 他也有那个 国际进行领队资格 跟迪月文山社大 而且他拍很多照片 上海写了一本书 对不对 对 你本书要做什么会 登山才能看见最美丽的台湾 对 其实登山会看到最美丽的台湾 也会对我们台湾有更深的认识跟爱 对 那我哪里这么漂亮 好 今天我们谢谢这个崔老师 真喜欢我们 好 谢谢靳贤 好 等一下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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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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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